12月8日,2019-2020赛季短道速华世界杯上海战比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中国队在当天赛事中发挥出色 夺得女子500米金牌和铜牌,以及男子1000米金牌 加上12月7日收获的两银一铜 中国队在上海战以两金两银两铜的成绩结束比赛 在12月8日进行的女子500米第二次比赛决赛中 中国名将范可欣在与波兰选手的缠斗中 与最后一圈上演超越好戏 以42秒714折贵 这也是中国队在本站比赛中的首经 随后的男子1000米比赛中 中国选手韩天宇与匈牙利选手刘少昂 韩国选手朴志远等闯入最后决赛 比赛开始后争夺非常激烈 韩天宇凭借一次弯道超越甚至第一 进入最后冲刺 韩天宇奋力挡住对手攻势 最终以1分28秒351的成绩获得冠军 至此 韩天宇在上海战比赛中收获了男子1000米金牌和男子1500米银牌 范可欣与韩天宇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都表示 胜利得益于前期的体能训练 就是我觉得体能很重要 我也是感觉自己 因为你在技术方面 如果想再进步需要体能 如果你想再超越别人的时候 你需要体能 所以我觉得体能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 其实我感觉还是跟我下去密布个分吧 下训之前我们练了很多的体能 之后也是一直在抓住这个体能去练 所以说感觉这次在比赛当中 体能也是比较充沛吧 以两金两银两同的战绩结束上海战的比赛 中国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教练组组长王蒙肯定了队员们的表现 这个团队从体能到现在 时间也不是很长 那么我们一直在以体能训练为主 到现在其实我们比较很多的比赛 所以运动来从体能上来讲 得到很大的提高 我们考虑的还是世界体能赛吧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越露了 现在开始就被码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一天赛